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非洲最大的骆驼交易市场 每周五就是他们最繁忙的一个交易日了 那这些骆驼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埃及的南部 然后还有旁边的国家比如说苏丹 还有索马里这些地方 他们是经过了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才来到这里的 这个是骆驼宝宝吧 好小 就在我们准备拍摄的时候 一个类似于工作人员的人走了过来 他首先询问我们是否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 他又跟我们说进入这里是需要购买门票的 这么一听Safi就不乐意了 就这么一个市场还要给你买门票 那这不明显坑人吗 于是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边的骆驼大多数都是单风的骆驼 在阿拉伯地区大多数都是单风的 因为单风的骆驼他的腿更长 就是能够跑得更快更远 跟我们国内的有些地方是双风的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的骆驼他们的前脚就有一只脚是被绑起来的 就是防止他们会逃跑 所以他们就只能这样子 半跑半跳的这样子走动了 他们当地人买了骆驼之后就会把这骆驼装上卡车 然后一批一批的运走 如果是喜爱动物的朋友们就不要看这部影片了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残忍的镜头 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些骆驼他们的状态很不好 因为他们是从苏丹或者埃及的南部 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 才来到最后的这个他们命运终点站 就是这个交易的地方 就是大多数的骆驼都是受古灵巡的疲惫不堪 因为他们一路上都经过了高温的炙烤 还有被不停的鞭打 然后有些支撑不住的可能就在中途已经被扔掉了 或者就就地屠宰掉了 然后支撑下来的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等待着被售卖的命运 这个市场好繁忙 因为现场的人们不停的用木棍鞭打骆驼 所以Safi他有点看不下去了 然后他就到外边的车上去等了 就让我一个人进来这里面拍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动物的话 就不要来这个地方 确实是会比较怎么说呢 残忍一点吧 这些就是当地卖骆驼的商人了 跟他们拍个照 那么这个骆驼市场是每天都有 但是呢是每周五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 这样子是最繁忙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商人 有一些皮肤特别幽黑的 他们就是来自于苏丹 或者来自于索马里这些其他的国家 然后皮肤比较白的呢 就是本地的阿拉伯人了 他们前面这里正在拍卖骆驼 检查骆驼的质量 正在讨价还价呢 现在 在这个骆驼市场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骆驼就是乱跑乱撞 就一不小心可能会被骆驼所撞到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就要看着这个骆驼他们的走向 你看是这样子冲过来的这个骆驼 我都感觉要冲过来撞到我了 你看他们从小就要开始训练骆驼了 也不叫训练吧 就是驯服 这么小哎 都不一点都不害怕他们 这整个骆驼市场很长啊 我从那里那边的入口进来 然后一直到那边都看不到头的 这边骆驼撞起来了 他们把他的头绑起来 两头绑起来了怎么走呢 他这样子那脖子不是被扭了 有点有点吓人哦 把车都给挡住了 我在这里真的没有去渲染什么悲伤的气氛啊 但是因为空气中都冲刺着这个骆驼的喊叫声 然后这些画面都是很强烈的呈现在眼前 所以我没办法避而不谈 这个小骆驼好怕啊 就三个大人一起推着走 在这里我还看到一个嘴巴里面藏着刀片的男孩子 旁边的人跟我说 他是用那刀片来偷东西的 就是会割开你的包包 听了之后我就赶紧溜了 实在是惹不起 这个骆驼市场很大很大 我往里边走了大概有一公里 还没有走到头 虽然这里很混乱啊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比较热情的 就是让你过去跟他们拍照等等 这里面正在进行谈判 他们在检查这个骆驼的情况 实在是太大了逛不完 我现在打算往回走了 因为越来越晒了现在 而且因为他们不说英文 所以没办法沟通 我也想问他们 就是到底一只骆驼能卖多少钱 然后也没有人能够说英文 告诉我价格 我现在用翻译软件去问一下 他们骆驼多少钱 一只骆驼 一只骆驼 这只骆驼 对 这只骆驼 70,000 70,000 70,000 他带我来看 这个 60,000 60,000 60,000 这只骆驼 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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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什么不同 不同 不同 这个肉 哦 这个肉 味道 更好 不是 地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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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是同样的地方 从哪里 从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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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愿意让我走了 已经 但是我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 得返回去 跟那个Sophie 就是跟他一起离开 这个骆驼市场了 因为约了一个小时 让司机在那里等了 然后就我一个小时在这里拍摄 除了卖骆驼 这里还有卖牛 卖小羊羔 回来了 回来了 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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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里面有很狡猾 当然 我不能理解 一只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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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就是他们这些鸭鸭用途是什么 他说一个是用来吃的 因为他们当地鸭鸭肉也有很多 是用来吃的 然后很多餐馆呢 他们也会买一些鸭鸭回去 就是做鸭鸭肉 给那些食客 因为鸭鸭肉在这边 也是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食材吧 就是大家都会吃的 然后刚刚Sophie还说了 就是他们的肝也是很出名的一道菜 还有就是用来骑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金字塔骑的那一鸭鸭 就是来自于这里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鸭鸭市场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大家